对于德云社来说 每年年底可能是最忙碌的时刻 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跨年 还有风箱等重量级的专场演出 而对于德云社粉丝来说 年底是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这些专场演出阵容 可以说是非常豪华 同等价格能看到更多的演员 无疑是赚到了 谁要是能抢到专场的一张票 真的是比过年还要高兴 近日德云社官微也公布了 德云社将在12月31号晚上 举行跨年专场演出的消息 专场票开抢时间一到 可以说是瞬间秒空 跟往年一样 这次的专场演出 同样是以开盲盒的形式 德云社并未公布跨年专场的演出阵容 粉丝们也纷纷在官方账号下留言 猜测演出阵容 希望哪位演员能够进行跨年演出 其中张云雷 杨九郎 也是呼声可以说是最高的 细数一下张云雷 杨九郎两人 一块合体说相声 还是在天津德云社开业的时候 已经是七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而最近一段时间 张云雷一直都在忙着 培训德云社的学员 再加上去年的德云社跨年 张云雷就没有参加 所以九遍合体说相声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 无论是谁参演 能抢到票的粉丝 都是幸福的 与此同时 不少网友表示 郭老师是不是也应该还愿了 因为疫情的这一段时间 德云社的演员 可以说许出去不少的门票 岳云鹏 孟赫棠 曾在网络上 与喜欢他们的医护人员互动 相约一起听相声 郭德纲也曾力邀奥运冠军 拱力交 力冠千军 中国骄傲 来听相声呗 不知道郭老师这次的跨年专场上 会不会邀请我们的白衣天使和奥运健儿 如今的德云社专场演出 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除了风箱 开箱等重要节日 其他的可以说是一切从前 就连今年的钢丝节都没有举办 也希望今年的跨年 不要像去年的跨年一样草草收场 为了保证与观众说新年快乐 岳云鹏 孙岳和高峰 阮云平 直接压缩了演出时间 但孔云龙的八马卦 不得不称之为风神之作 不知道今年郭德纲和于谦 会跟谁一起演八马卦 让我们一起猜测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孔云平